未提倡学子在暑假期间有正当的休闲活动 新北市共聊体育协会今天举办篮球三对三斗牛赛 吸引近一百多人参加 其中一对四位小女生是全场的女性队伍 经过不让须眉相当吸睛 暑假期间很多学生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宅在家里打电动不如出门打打球 新北市共聊体育协会举办三对三篮球赛 吸引大小朋友踊跃参加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陈文俊区长 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大力的支持这个活动 让小朋友在暑假之间有一个活动筋骨的机会 那我们有国小组青少年组还有国中组 那大家都各显先手 报名队伍当中让人注意到的是 唯一一对女生组成的队伍 面对都是男性队伍丝毫没有退缩 让人看到经过不让须眉的一面 他们找我参加的 应该是学校吧 学校有通知单吧 知道你们是唯一的女生吗 知道 傻眼 全部有女生对上我们的男生队 这个们各自来玩展现他们的球技 那我们希望年轻人暑假的时候多多打球 千万不要吸毒 不要飙车 然后尽量注意自己身体 安全第一 好好照顾自己 体育协会理事长表示 事前有先问卷调查 想要举办半场或全场的篮球赛 结果三对三斗牛获得大家喜爱 因此顺从民意举办三对三斗牛赛 报名人数出乎意料 共计有150人报名参加 杰纯威共聊采访报道